今天我們來逛逛泰國的宜家 看看,隨便看看,看看泰國的宜家和中國的和香港的和其他國家的有什麼區別 實際上我覺得大格局都一樣,大小不一樣,價格不一樣 我們一邊隨便看看,一邊去談談泰國的簽證問題 因為這個簽證確實是國人比較頭痛的問題 因為,怎麼說呢,泰國實際上它的簽證並不是很容易獲得的 它比較容易獲得的就是一些旅遊來的 就是旅遊的之類的簽證 但是你如果要長期待在這裡的話 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麻煩 可能辦不到簽證啊什麼什麼的 那麼在這裡我們只談長期在這裡的 如果你要是來旅遊的就很簡單吧 辦旅遊簽證了,落地簽了 當然現在這個出不來這個問題我們後面再談 那麼就是說如果你想在泰國長期待下去 不管你的年齡多大,不管你的背景是什麼 你最起碼要先辦一個旅遊簽證進來 最好是商務簽證 商務簽證就是比較容易換其他的簽證 如果旅遊簽證當然也可以換 但是你要多花錢 落地簽證是不能換的 絕對不要聽信任何中介 任何網上的騙子說 在泰國沒有錢辦不到的事情 只要有錢就能辦成一切的事情 千萬千萬不要聽他們這樣說 泰國確實這個地方法治是不健全的 這個我們承認的 而且各種小攤呢 就是收小費呀 什麼攤一點錢啊 這個政府官員啊 這個我們都是明白的 但是你如果叫他去做一些法律明文規定不能辦的事情 你給他錢多也不行也不可以 比如說在疫情這個三年裡面 有一個最明顯最容易出問題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是落地簽過來的 不管你來泰國什麼目的 你是落地簽進來的 為什麼落地簽進來 那是因為泰國駐中國大使館 不發給中國人旅遊簽證 不發給中國人商務簽證 他提出各種要求來刁攔你 就是不給你 為什麼 後面這個為什麼 我們就不說了 大家心知肚明就行了 OK 這就導致了很多的中國人 使用落地簽的辦法過來 這其中有很多是從別的國家過來的 因為泰國又可以落地簽 中文落地簽 那麼很多中國人就是用 比如說到香港轉機 坐船到香港機場也能出來 那麼到了泰國以後麻煩事情來了 你不能延期啊 落地簽實際上是2000組 比旅遊簽證還貴 他就是給你14天 你在泰國現在的就是明文的規定 就移民局的規定 就是你一個月之內的 就是低於一個月的落地前進來的 不可以轉任何簽證 那麼這些人進來了怎麼辦呢 只有現在泰國政府推出來一個簽證 叫疫情簽 那麼這是之前的事情了 就是一次給你續一個月兩個月 這個裡面就看你看那個 你懂啊 就是泰國他們你找的人對不對啊 給的消費到不到位 他可以給你一個月也可以給你兩個月 甚至可以給你七天都可以 你就是不能轉其他簽證 那麼很多過來了以後沒辦法的 那現在就是這樣一直想要延下來 那最近泰國和周邊國家東南亞地區 全部都是和恢復疫情一樣的進出關 就是說不需要檢測不需要隔離不需要怎麼樣 怎麼樣就跟以前一樣買張機票就走 買張機票就回來 那麼現在就出現了一個新的辦法 就是落地前過來的人 有中介帶你去周邊國家 比如柬埔寨啊馬來西亞 到那裡以後 再在當地辦一個泰國的女兒錢再回來 然後你才能去辦 其他的就是長期簽證 當然落地前進來的人 也有人能辦成長期簽證 那都是不合法的 就是不合規定的 以後會有問題的 比如說什麼學生簽啊 佛學簽啊 義工簽啊 這些簽證 可能以後出關會有點問題 那麼問題又來了 據我所知柬埔寨 因為我對柬埔寨比較熟 那邊消息比較多 現在開始有中國人 有中介或者中國人 跑到柬埔寨 從柬埔寨的泰國 住柬埔寨大使館 再辦一個泰國的簽證 再回來 然後泰國就是 住柬埔寨大使館 就出了一個新規定 你必須要在柬埔寨有工作簽證 你才能辦泰國的這個旅遊簽 如果你沒有 你去找中介 給五百美金 他幫你搞定 所以這個裡面就一次又一次的 就是反正災難全在 落地簽一個月之類的這種人身上 在泰國 落地簽不到一個月的 只有好像只有兩個國家人吧 一個是巴基斯坦好像 一個就是中國 其他國家的人 只要是落地簽進來 一般都不會低於一個月的 那麼就是 你如果有一個月的落地簽簽證 你就可以轉換其他的長期簽證 都是合法的 比如你轉 工作簽啊 轉商務簽啊 轉養老簽啊 這個養老簽其實叫的是不對的 中國人喜歡叫養老簽 實際上嚴格來說 應該叫退休簽證 在泰國超過五十歲的 你都可以申請這個 但是如果你是低於一個月之類的 落地簽進來的 不可以 比如我 那麼 現在有問題 出現了這麼多問題 有很多無數的中國人 落地簽進來的 就是前一兩年的時間 這造就了一個什麼結果呢 養活了大批的中介 在中介幫人家辦這個 因為很多人語言不同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就找那個中介去 去續那個疫情錢 一次續兩個月 這樣 在你自己到大 到那個移民局是一千九百泰铢 你找他們去是六千到一萬 不得 你想想看 這麼長時間下來 這些中介賺了多少錢 甚至於還有騙子中介 你比如說 你也不能算他是騙子吧 他可能自己根本就不懂得這些東西 他只是認識另外一個中介 然後他整天在網上發信息 說自己能辦 什麼什麼什麼都可以辦 然後你給他了以後 他就把你的東西交給另外一個中介 讓他去辦 這個裡面呢不能說他是騙子 就是說極為可能出現問題 那麼最近一段時間 這一兩年裡面也確實出了很多問題 我在網上看到很多人在那邊 搞得哎呀都沒辦法 那現在可以了 現在可以到別的國家換了 也可以了 這樣你又你是又要多花一筆錢 因為你要給中介錢 中介帶你去 你自己又搞不清楚怎麼搞 他們中介可能跟馬來西亞那邊的大使館 都協接好的 到那邊就拿了 拿了以後就回來幾天就搞好了 你又要花個一大筆錢 所以這裡面存在很多問題 反正總而言之 泰國的簽證不要不要去 要不如你就 如果你要是不在乎錢的話 你就辦了個金英錢了 所謂的金英錢 其實稱呼也是不對的 是中國人稱之為金英錢 實際上叫特權卡 就是泰國特權卡 其實講起來什麼特權 什麼都沒有什麼特權 都是假的 都是表面的 實際上我給他總結一下 很簡單的一句話 就是你花錢買了一個泰國的簽證而已 就這些其他什麼也沒有 快速通關 這個也不算個事嘛 誰整天往機場跑來跑去 對不對 一年還不知道跑個機趟 也沒什麼大意思對吧 但是呢他確實給你也 你要說現在有一個 二十年一百萬泰銖的這個 特權簽證 和你花到一年五萬泰銖 你就是你自己在下搞其他的簽證 比如說是義工簽 學生簽啊 副學簽又不正規 你一年花的錢比這個五萬泰銖還要多 然後你每年還要去做 很麻煩你這個做一次就可以了 然後五年換一次簽證就可以了 這個也如果你不缺錢 這個也可以 也是一個考慮範圍 可以幹 總之在泰國啊 就是說最好是簽證合法 不要搞那些亂七八糟的 比如說你搞學生簽 你根本就不是學生 你去搞學生簽 現在移民局心裡面清清楚楚 都是中國人在搞各種各樣的 就像我前面講的佛學簽啊 學生簽啊 這些東西 其他根本都不是 他們心裡面明明白白 只是看他 怎麼說呢 看他心情好不好而已吧 那你的生活就是比較不穩定 你最好要不然你就 比如說你在這裡工作 你就搞工作簽 你過來開公司 你也可以自己搞工作簽 你年齡到了你就搞 退休簽 或者你不缺錢 你不在乎這個錢 你就搞那個特權簽 特權簽證 這些都是一些方法 總而言之我個人是不贊成 搞各種各樣 比如說你不是學生 搞學生簽 你並沒有工作 但你到外面去買工作簽 其實外面的中業你知道嗎 現在搞人搞的那個工作簽簽證 一年他幫你辦嘛 就是辦好以後 大概要十萬租左右 你想想看有什麼意思啊 你與其次养一年一年的磨 一年一彈指一揮掀嘛 毛主席說過 彈指一揮掀 一年就過去了 你又要花錢 又要找人家搞 累不累啊 沒意思 你就自己按部就班的 該幹什麼幹什麼 做生意就老老實實做生意 對不對 你上班就老老實實上班 你退休就老老實實退休 不要去想別的簽證 這樣麻煩就找不到你 這樣你的生活就變得簡單 而快樂 沒有必要整天就為了簽證 你外面這麼多中介 專門為中國人辦簽證 為什麼 就是因為裡面有油水嘛 困難多 沒有困難 我給你製造困難 我也要幫你一把 然後你要給我錢 這個就是社會 這個就是現實 為了不給這些人賺錢 大家遵計手法 什麼違法是不做 OK 你賺不到我錢了吧 我還安全 這是多麼好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說 但是我講是這麼講 做起來是比較難 但是你要堅持這樣下去 對你今後的未來 會減少很多麻煩 你有這個心思 可以做做別的事情 很好 我覺得 我給大家的忠告 好吧 再見